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將金黃色翻糖放在馬車的燈上 象徵點亮了燭火 接著再黏上輪子 可愛的水藍色馬車就快完成了 不論是湖水綠的城堡 又或者是擬真度極高的狗狗 這些翻糖蛋糕全出自來台灣 快四年的香港女生何佳佳之手 帶著學生細心講解每一個步驟 當台灣年輕人大量出走海外時 何佳佳反倒逆勢操作 我會建議你就是先量四個 然後做四條 選擇來到台灣學烘焙 接著順勢開啟烘焙坊 看準的就是台灣創業成本較為便宜 就是因為我覺得 台灣跟香港的文化比較接近 然後它的門檻比較低 譬如說租金 人力 就是生活水平 確實比香港低 所以我那時候很想要開一個自己的工作室 很想要開一個店面 所以我就留在台灣發展 以同樣的地理位置來說 何佳佳的烘焙店面 開在士林捷運站旁 二十坪左右 月租金新台幣四萬元 但若是在地小人籌的香港旺角 月租金行情直線攀升 至少要台灣的四倍 公租金就有差 更不用說人力成本相比 其他國家的創業門檻 台灣只要新台幣五十萬元 就能開設公司 日本的門檻需要資金五百萬日元 也就是約新台幣一百三十七點八萬元 還必須僱用兩名全職員工 新加坡則是需要至少五萬新幣 約新台幣一百一十二點三萬元 並且持有公司股份至少百分之三十 台灣的低門檻和語言相通 成為何佳佳留下來創業的主要原因 因為有時候發現一些香港有的東西 或是別的地方有東西 又覺得為什麼台灣可能慢了一點點 我後來就會有一些思考 會覺得是我們就是開放不夠嗎 就是所以我覺得 如果市場可以開放一點的話 對我們外資來說是會比較好 在活動展區內只見攝影師穿梭其中 按下一次次的快門 用專業的角度視線 將每個瞬間放置在照片中 他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攝影師張國耀 留在台灣工作的經濟新移民 就是一般所謂的大閃園鏡頭 然後廣角到望遠這樣子 然後可能兩顆閃燈 張國耀的工作行李箱中 光鏡頭就有好幾個 小廣角中望遠到超廣角長鏡頭等 總計超過五十萬元的設備 在唸書的時候 在這邊就已經有 累積一定的人脈跟資源 那如果到香港或中國的話 其實要一切重新開始 然後也不一定會比較好 這樣子所以就當初 就選擇留在台灣 先努力一陣子再打算這樣 當初他到台灣來讀書 就是被台灣的多元文化和相近性給吸引 這麼多年累積下來的人脈和資源 張國耀終於在今年拿到中華民國就驗金卡 那時候被推薦的原因是因為說 資料文化部或是勞動部 沒有辦法審核說我的申請 我提供的資料是否符合他們的標準 因為前面一定會有一些白老鼠 那白老鼠總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那遇到問題的時候當然也是希望說 可以就是加強改善 就可能也為了後面的人有更好的 更好的結果這樣 放寬信令的就業金卡 就是為了要吸引外國特定的專業人才 憑估許可和居留時間 從三年延長到五年 以經濟科技金融領域來說 據八年以上經驗者 還不限平均月薪需達十六萬元 此外能同步申請工作許可證 居留簽證 外僑居留證 重入國許可證等四合一 自由轉職 尋職 超便利 不過在英文方面 部分對於專業人士的規範還不明確 看來政府得加緊腳步 完善 模糊地帶 不然端出牛肉要吸引人才 反倒失去了原先放寬的一番好意 暫定喜歡取這種檸檬山 台北一向報導